想不起来了吧 再看一下 Activity 产物 角色和工作流 你看这就是我对 这样的一个模型里面的角色的定义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可以去了解一下 但是一般情况下 有些角色是可以合并的 不用搞这么细 第二 产物 活动 工作流 产物我前头也定义了 你看工作流就比较多了 我已经在九条工作流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些工作流 好 这个说起来就多了 这个文档大家自己下来看一下 这是我之前写的 好像这个文档还没写完 好 我们就先做这样的一个了解 我通过这个文档 对我们的W模型 也就是WIOP这样的一个迭代开发的模型 进行了一个描述 进行了一个描述 那么至少我们在需求阶段和设计阶段最核心的产物 我们需要了解的 刚刚我说了 需求阶段最核心的是什么 一个UML 对 一个UML 一个界面运行 设计阶段最核心的 就简单了 就一个UML 你就这样记就行了 是不是很简单 简化了 当然我这个前提是什么 我们没有去考虑什么软件管理 就是其他的内容 我们只是说从需求和设计阶段 就我们搞技术而言 这样最核心的这两个 但实际上每个阶段我们说都要经过验证 所以在软件这个开发的管理上面 我们也需要一些问题 这块容易容易把大家听困了 好 我们再说 我们下面产物介绍了 角色介绍了 我们下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工作流 我刚刚说 核心工作流有哪些 而且这些核心工作流的产物 和怎么去做 我是不是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给大家介绍过了 对吧 就在我们的那个文档里面 在我们的那个文档里面 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 而且大家猜也能猜得出来 但是如果说 比方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 实现我肯定需要 需要干嘛 出现代码 这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测试也需要 发布 要不要提供安装包 软件要不要打包 要不要提供用户手册 就这个内容 我现在想做我们的知识工作流 再做一个解释 知识工作流有三个 一个叫项目管理工作流 用来管理我们的项目框架 计划配备执行 监控项目实施准则 管理风险框架 那么第二 就是我们的配置和变更管理 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主要做什么事情呢 并行开发 分布式开发 自动化创建工程 每日构建 缺陷自动报告 原代码版本控制 温档版本控制 需求变更控制 和资源变更控制 第三 就是环境工作流 主要是给软件开发团队 提供相应的开发环境 过程和工具 包括定制的开发工具 和采用的SDK版本等 比方说 这个我待会举些例子吧 我们来说一下 比方说 项目管理工作流 我这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上来要定义 我们的团队结构 团队人员结构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项目管理 相关内容 这个而且你定义好了过后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去干嘛呢 有必要去给他做一份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评估 结构评估 或者 结构 结构评估 或者我们的资源计划 就我们这个项目 要用到哪些人 这个资源计划是什么样的 大概要用多少个月 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的 其次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管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 做计划 这个计划 有好几个计划 我要说一下 我们整个过程实习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制定各种计划 并且去验证它 对不对 所以 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milestone 里程碑计划 什么叫里程碑计划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好 今天我接了一个项目 这项目三个月后发布 这个就叫里程碑计划 这个项目发布前 我们还要出个beta版 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这也叫个里程碑计划 第三 就是这个项目必须在一个半月之后 进入到编码阶段 这是不是也叫里程碑计划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叫里程碑计划 那么既然有了里程碑的计划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验证 把方计划来 是不是就叫里程碑的这样一个review 检验对吧 或者叫validate 好 那么里程碑计划之外 我们还要定一个计划 叫sprinter计划 这个桥是基于Squam来的 那个敏捷开发来的 这个计划 实际上 你可以不叫这个名 实际上就是比里程碑 更短一短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冲刺 比方说 我现在做一个软件 我可能希望 每三 每三个礼拜 或者每两个礼拜 我们要进行一个统一的测评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能不能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进度 所以每三个礼拜 我们会给自己定一个要求 说这三个礼拜要完成 八个模块 也要完成两个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冲刺计划 这样 而这个情况 大家不用搞那么复杂 在我的字典里头 我喜欢给它定义成周计划 weekly 那么既然有这个 是不是也有一个 review 还有第三个计划 在scrub里面叫backlog 我就叫它 叫加了什么 我就叫它日计划 打错了 日计划 那么当然 也要有一个日计划的review 看没有 这是我们项目管理的 其中一个 我们要学会目标管理 要学会一下 第二 这有一个会议 就我们还要学会开会 我们要学会开会 这个会议 我定义了一个会议 叫standing meeting 叫站立会议 什么叫站立会议 就每天早上 比方9点上班 9点15 每分小组开会 控制在15分钟之内 总体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 我们在每个团队划分的时候 有一个 就是在我们社会学院里头 有一个讲究说 一个人能够直接控制的 直属的这样的管理人员 一般不要超过7个 超过7个 它的控制力就会减弱 所以7是最好的一个上限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分团队的时候 也会以这个书 作为一个上限 那么好 那么这样子 就会每天早上开搞会 而且我们 我们做开发的 我们搞技术的开会 不要太过于形式 开会直接说 你昨天哪些内容没有完成 需要获取什么样的支持 今天你的计划是什么 要完成 就是几句话的事情 所以轮一变 15分钟要不了 10分钟有的时候都要不了 所以这个会站着开 而且精神 大家都想早点的散会 所以就会开的比较有效率 然后这个会完了之后呢 就要去写我们的daily log 日志 这个日志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谁呀 就是我们的personal 就个人的这个日计划 他跟这个又有关系了 又 点错了 就是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日计划 好 我先简单的过一遍吧 后面我再举例子 那么 配置和变更管理 标点型的 第一 daily build 那么daily build 是什么呢 我们称为每日构建 大家听我 就是 为什么要每日构建呢 因为在我们迭代开发的世界里面 我们讲什么呢 讲 每写一个类 你都要让它跑起来 每写一个函数 它都要有用 我每天 发布都可以发布成一个 虽然功能不全 但是凡是我们写了的功能 都是可以跑得动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这样一个好处 因为 你每天都看到你的程序在完善 而且是实打实的在完善 那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有的程序人可能有这样一个体会 我写程序写得很快 一股脑写了一百个类 我一个都没测过 拿不准 后来一组合发现编译不够 光编译我调了一个礼拜 OK 然后 这个是最吓人的 你说我发了一个礼拜 好不好 一个月 写了一个一百个类 最后问 你的产品什么时候能正常发布啊 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这里头还有多少问题 对不对 这个是最恐怖的 所以 你就会很没有点 所以大家就记住 我们在实践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你的 稳步健全性 每走一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一落一个坑 每走一个函数 每走一个类 你要保证它的可用性 不然的话 就好像我做架构设计 我做架构设计 给大家提供一堆积累 给别人提供一堆积累 我还提供了一堆什么 像抽象抽象工厂啊 给别人 然后提供一堆接口 我给他们说 你拿去用吧 你用了这个 它会自动生效 就是你自己按照这个标准 去写一些雷库 放到我这个里头来 我这个框架里头来 我们的这个程序 就自动找到你这个雷库了 然后就自动加载了 说了可千花乱坠了 后来别人就写 写完了之后 发现 第一你没找到 第二要么找到了 就报异常 那你说你这个框架设计 是OK的吗 肯定就不合格的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有个习惯 每天都要build一遍 每天下班前 人工或者自动 都build 自动的话 比方 咱们要用ans 对不对 结合版本控制 通过编译 我们的版本库上面的内容 如果有哪个文件 编译错误 编译不过 系统会发现 是谁提交到版本仓库里面的 并且自动给这个人 发一封邮件 说你那个哪哪哪 没编译过 然后这个人第二天来 一打开邮件 哦 昨天代码没编译过 就知道了 而且不光他收到了 他的leader也收到这封邮件 好嘛 你晓得 昨天代码没编译过 你就上传到版本仓库了 这就每日构建 实际上我在带团队的时候 也会 即便是手工构建 你哪怕安排一个人 每天从版本仓库里下来 编译一编 然后发现谁的问题 这时候就要扣那小子奖金 开个玩笑啊 就因为我们说了 按照这种软件质量的这种要求 你自己的代码 你自己都没测试编译通过 你怎么可以上传到版本仓库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要求 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必须要上传 第一必须要上传 第二 你上传了必须得编译通过 那你说我今天写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功能 一光那个函数 那个函数光代码就有5000行 特别复杂 到下班了 我还没调完 就我来不及怎么办 对不对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那么 就告诉你 把你拿着准的 先给它编了 上去 你拿不准的 你先把它注视掉 编了 上传 这样也OK 好 版本控制 那这个版本控制 没什么好说的 SVN JIT VSS 或者ClearCase 各种各样的版本控制工具 但是版本控制是一定要要的 而且非常重要 因为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写共享软件的那段经历 没有 就有一次原代码丢失 那个经历 讲过 对吧 我那次 就是写第一个工程软件的时候 莫名其妙原代码丢失了 不是莫名其妙 是我自己整理操作系统的时候 不知道 应该删掉了 好像是直接删除的 然后 哇 那阵子太后悔了 当时我难过的 不得了 在地上打管 等于是什么 一个多月的工作 白做了 一个多月的工作白做了 所以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备份 整个原代码 什么都没有备份 后来 不得已 我 我去买了张彩票 讨个好彩头 最后不得已 干嘛呢 重新写了一遍 当然 重写 肯定写 写的比第一次好 这又是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重构之美 好像有个 不知道有没有 这方面的书 叫重构之美 所以 我们在 往价格师修行的 这条路上 不断地重构 自己写的项目 是很有必要的 你每重构一遍 你都会发现 以前设计上的不足 好 bug list bug list 就是 我们测试 在发现的这些bug 说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地方 让我们去填 并且把这个 bug的问题 分发给我们的程序员 比方说 曾斌 这个魔法是你的 我做一个测试 我就告诉你 我怎么测的 出现了什么bug NR的 还是Fox Closed的 它的优先级别是什么 重要等级高不高 对不对 刷给你 那么 当然这里头 也有一些 著名的一些 免费的 bug list系统 比方说 bug Z了 非常棒的 如果你说 我没有这些系统 怎么办呢 或者我也没有钱 去买其他的商用系统 也很简单 用Excel表格就行了 对吧 QC 那么QC的report 就是我们的测试报告 最后 总要出一份 这样的一个测试报告 质量控制报告 这里说一下QC和QA的区别 QC是质量控制 QA是质量保障 质量保障 它总是未雨绸缪的 按说来说 QC是 我现场来发现问题 控制好 风险 所以质量保障 比质量控制的级别 要高得多 还有需求变更 资源变更 需求变更 比方说 你做到一半了 我们是不是要这个问题 做了一半了 老板说的需求变了 哪个哪个地方 应该变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觉得 真老婆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原来怎么办呢 然后你就说 好 那我就继续改呗 好 你就推翻原轮设计 重新再改 改到快80%的时候 快要完成了 你们老板说又变了 你看 糟了 我的那个设计又对不上 好 我再去改 后来又变了 那你说老板啊 这个我本来一个项目 一周可以做完的 你愣是让我做了一年 因为变了十次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我们需要在项目管理上 严格来说 是应该有需求变更文的 每次变 你老板你找变一次 老板你签个字 为什么要我签字呢 你签字的意思就是 以后项目延期交付 不是我的责任 知道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 那你老板也不肯担这个责任 他说 那我也得找一个人签字 他去找客户签字 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 在这个时候 甚至于还要跟客户 要更多的钱 好 那么 这是需求变更 所以 我们在软件管理过程中 我们要考虑到这块需求变更 我们必须要有凭证 资源变更 比方说我们这个项目 正在减要关头 一个核心程序的离职 或者一个价格式离职 那么我们就要 有一个资源变更记录 及风险评估 对不对 这个人走了 我们到底是简单的 把项目延期交付呢 还是再去招一个人 补上他这个负借 项目不延期 我们是要采取方案的 或者说维持原来不变 我们走了也不补 谢谢大家